HELLO 大家好我是凱依 隨著我們重訓的時間 越拉越長使用的重量變得越來越重 我們的肌肉線卡變得越來越結實漂亮 對外型的追求也越線越深 但是我們有可能會因為成員追求外型的美觀 而補免了我們人體最重要的功能性 就好比我們買了一台車 把它的外觀改裝的漂漂亮亮的 卻忽略了它最重要最有功能性的底盤 結果這台車就變得漂漂亮亮 卻也太不太懂 今天來教大家能夠全面提升我們生活品質的7個 下次功能性訓練動作 把你的底盤做個升級 讓你變成開得又快又穩的老司機 首先我們簡單把動作分成四大類 推 拉 轉 走 這些都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時常會用到的動作 把這些相關集群鍛鍊好 生活中也能大幅度降低受傷風險 下次的推分為垂直推以及水平推 垂直推的動作我們可以訓練深蹲 隨著訓練時間越長 肌力越強可以慢慢增加浮蹤 膝蓋順著腳尖微微向外自然下蹲 保持脊柱中立 水平推的動作我們可以訓練推雪橇 這個動作對於大腿前側 小腿後側甚至心肺都有的非常好的訓練效果 訓練推雪橇可以增加你的肌力 爆發力以及對抗性 建議選擇補貼平坡的鞋子 避免扭傷腳踝 下肢的拉分為垂直拉以及水平拉 垂直拉的動作我們可以訓練運取 能夠幫你建立好一個良好 正在下蹲舉起中路的動作模式 穩定的核心保護脊柱 長壯的背、寬、臀、腿同時發力 自然流暢的撿起地上的重物 一樣在訓練時盡量穿著 脫平補貼的鞋子 水平拉分幫助我們回到雪橇 這個動作對於我們的腿部 有非常良好的訓練效果 記得全程鞏固好核心 避免脊柱過分彎曲 腿還沒練完腰先酸了 下肢的轉弧 我們可以訓練空部轉體 以及墊部轉體拋球 轉體是一個很容易被忽略 也是大多數重訓者很少練的動作 當我們在做轉體訓練時 應由寬帶動腰椎、胸椎至頸椎 將腰部壓力降低 建議大家平常可以多練習 空部轉體 提升穩定性、協調性 如果有場地的話 訓練轉體拋球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隨著肌力的進步 也可以慢慢提升要求的重量 下肢的走 也可以訓練負重行走 非常簡單 實用也是非常棒的訓練動作 負重行走必須有相當穩固的 核心穩定性與動作控制 但在過任何肌力訓練時 都必須鋒固好核心、穩定及動作控制 儘管負重行走在健身房還是不太常見 但是它確確實是讓你變強壯的最佳訓練 也是我認為你常生活中最常會使用到的動作 在訓練這些動作的時候 我們的鞋子都盡量挑選 鞋身服貼、鞋底薄平、抓地力好 建議大家不要穿太不夠的鞋子 或是氣墊很夠的那種鞋來做動作 那可以一點話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喜歡穿鞋 我今天只穿這雙FUTURE SKIN SHOES 射手運動鞋極限運動款來做動作 它就符合了我上面剛剛所說的 鞋身服貼不太會受到環境限制 鞋底薄平、抓地力好 厚度只有1.5公分 比多數球鞋運動鞋更輕薄 而且非常透氣、排汗、排水又很輕盈 穿起來十分舒適 重點是這個超級便宜 我覺得是性價比非常高的一個鞋款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分享給大家非常棒的 下肢功能性的訓練動作 改裝車體外觀之餘 也別忘了翻得很神奇喔 我們先的待遇 下次見 掰掰